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重启生命》。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成长和死亡的人生回忆录。 作者通过回忆童年及亲人离世的经历,梳理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讲述了对死亡的思考,对生命、亲情、自我的追问。 作者徐书,曾经是大学老师、服装设计师, 现在是一名为生命末期患者服务的安宁疗户志愿者。 他经历了母亲在肺癌末期住进ICU病房, 在极端痛苦无助中走向死亡。 母亲的去世令人悲伤,但他是在一种被抛弃的绝望与凄凉中痛苦而孤独地离开, 这是徐书久久不能走出的噩梦。 母亲离世半年后,徐书也患上了癌症, 他不想像母亲那样痛苦孤独地死, 不希望有一天父亲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那么,还有其他死法吗? 徐书遇见了安宁疗户。 在北京海淀医院的安宁病房, 癌症末期患者身体的不是症状得到控制, 精神层面得到专业心理团队的支持, 患者的个人意见被充分尊重。 安宁团队在每位患者人生谢幕之前的有限时间里, 协助患者寻找生命的意义, 帮助家属完成患者未尽的心愿, 这正是徐书要找的地方。 徐书说,安宁理念和生死教育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将他从负罪悲伤的状态中救赎出来, 得以重新认识生命,拥抱生命。 他将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 讲述自己作为患者家属, 患者, 安宁疗户志愿者的成长经历, 希望可以引发更多人对死亡与生命成长的思考。 死亡是我们逃不开的人生课题, 需要我们及早学习, 坦然面对, 以终为始, 有意义地度过每一天, 才能畅想整个生命历程。 下面, 我们带入作者的视角, 来了解作者的故事。 我是徐书, 我对于死亡的认知,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 从无所畏惧到惊恐无助。 还提时我们会模仿生活中的一切, 包括会模仿死亡, 模仿发丧时见到的摔盆, 打翻, 吹喇叭, 哭丧等等。 孩子们对死亡没有悲伤和恐惧, 只有好奇和看热闹。 慢慢地我与死亡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养的麻雀被同学家的花猫咬死了, 哭得撕心裂肺, 新生的小猫被自己养死了, 伤心地埋起来了。 那时对死亡更多的是眷恋与不舍, 不会恐惧。 长大后, 亲人们的离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姨父病重入院, 不能进食只能是鼻四, 长梗组无法排便, 只能在腹部打个洞下管, 排出肠内物, 这样的生命维持另一副苦不堪言。 姨父单位来人表示, 会让医院全力抢救, 小姨也希望姨父能够勇敢坚强地撑下去。 但不断救治的结果只是让姨父不断痛苦, 到最后小姨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但除了继续救她还能怎么办? 姨父是在全力抢救中走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那是让姨父的身心和小姨的精神都痛苦煎熬的过程。 这样的死亡太让人恐惧无助了。 三姨被确诊为肺癌后, 癌细胞又转移到骨头, 有次不小心滑倒大腿骨骨折了。 三姨坚持手术, 虽然缓解了疼痛, 但是结果只能长期卧床。 当时她住在出租屋里, 房东听说她病危, 希望她去医院度过最后时刻。 三姨表示理解房东的心情, 同意住进医院。 但她一入院便开始拒绝吃饭, 拒绝医院给她用药及营养液, 拒绝任何急救措施, 选择自己主宰自己的死亡进程。 三姨给我留下的是虚弱, 却自信的脸庞和温暖, 又坚强的微笑。 家庭和社会对死亡的描述, 是黑暗、恐惧、痛苦、血腥、晦气的。 我高考报医科大学, 妈妈认为要面对解剖和病房, 会接触尸体沾染晦气。 爸爸不让我戴白色的帽子, 担心邻居说不吉利, 电影电视小说中对死亡的描述更加的负面。 于是, 我们本能地拒绝, 回避触碰死亡话题。 明明死亡是逃无可逃的, 但我们不可能在亲人离世之前讨论死亡。 即便临终的亲人想和我们谈论身前的愿望或者身后事, 我们还会赶紧扯开话题, 安慰他你别瞎想, 你会好起来的。 患者为了让家人心安, 只能把告别的话, 要安排的事, 想达成的心愿都深埋心底, 他们带着遗憾走, 家人也因此陷入无尽的哀伤与自责。 还有不少的人, 因为自己对死亡的无知无措和恐惧而下意识地后退, 令即将过世的亲人在最渴望被家人呵护的告别时刻, 看到的却是家人恐惧的远离。 那一刻即将离世的人们该是怎样的悲哀与无助? 每个人对死亡都有未知的恐惧, 但我们每个人也终要面对亲人以及自己的死亡。 我们从来不知道, 死亡也可以是在一种温暖的氛围中平静地告别。 2013年, 86岁的妈妈确诊肺癌。 医生说这个年纪肿瘤生长缓慢, 不建议手术, 采取保守治疗, 预计生存73年。 妈妈还算淡定地接受了。 因为肿瘤很小, 对生活还没有什么影响, 但想到生命的有限, 妈妈还是很纠结。 我不时开导她, 并尽力帮她完成心愿。 照四世同堂的全家福, 每个周末全家人都聚在一起吃东西, 团圆饭, 陪她回老家看看。 这样幸福的日子一直坚持到第三年。 妈妈的癌细胞广泛鼓转移, 她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局部放疗, 但身体因为放疗越来越虚弱承受不了, 就放弃了, 出院回家休养。 似乎是忽然之间, 妈妈的身体状况就很不好了。 乏力没精神, 身体痛感加重, 出现吞咽障碍, 脚趾开始坏死。 我们明白, 这次恐怕到了最后时刻。 我问妈妈要不要去医院, 妈妈同意去, 而且希望尽快去。 那时我们和妈妈都认为, 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到医院就可以解决。 到了医院, 妈妈的各项指标都不好, 直接转入ICU病房。 当天是周末药房不放阿类的止痛药, 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后才有。 我想妈妈身上贴有止痛贴, 而且是加量贴的, 应该可以熬过当晚。 当天晚上, 我送父亲回家没有陪床。 第二天, 我早早到了医院, 主管医生却给妈妈下了病危通知。 我快速跑到病房, 看到口眼歪斜, 双手被绑在床上的妈妈。 护士说, 昨晚妈妈疼了一夜, 很挣扎, 怕她误拽了输液管, 就将她的手绑在了床上。 原来昨晚护士在检查她身体时 发现了止痛贴, 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先下来看看, 没发现什么就又放回去了。 妈妈在没有任何止痛措施中, 生生疼了一夜, 疼到中风。 我极度崩溃, 极度自责。 妈妈也很难过, 她拉着我的手, 摇头表示不痛了, 让我不要责怪护士, 中风的她已经说不出话, 无法告诉我更多。 妈妈一天天衰弱下去, 从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倒点头摇头都很困难, 最后基本处于昏睡状态。 我会每天去和她讲话, 我有太多懊悔和不甘, 不说出来我会疯掉。 深深的自责令我气不成声, 昏迷的妈妈眼角, 也有眼泪静静滑落。 但大多时候, 我只能在ICU病房外静静地望着。 入院第六天的凌晨, 妈妈独自一人在ICU病房离开了这个世界。 想要的止痛变成了一夜剧痛, 直到第二天才有效止痛。 想给妈妈补充些营养, 却被下了胃管, 刚给了一天营养液, 又因为消化到出血的现象, 被迫停止, 再不许吃喝。 一杯甜豆浆, 妈妈只吃了三口, 便被医院勒令禁止进食。 妈妈的脚趾依然在坏死,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决定不做有窗的旧纸, 但妈妈的锁骨处还是被开了个洞, 好几根管子从这里插进身体, 想一下也知道那该有多疼。 住院的当晚, 妈妈的手被绑在床栏上, 薄薄的被单, 棚顶是空调的冷风, 它露在外面的肩膀被冻得冰凉, 没有亲人的陪伴, 也没有表达自我意愿的机会, 这些都不是我们想要的。 妈妈从住院忍痛, 不允许进食, 无法告别到离世, 从垃圾通道进入太平间的整个过程, 让我见识了普通人在医院死亡的狼狈与无奈。 这样的死亡痛苦, 无助, 毫无尊严, 让人心酸, 令人恐惧。 我不想有一天自己也这样死去, 也不想让父亲这样死去。 可作为普通人, 如果父亲病危时的症状, 我在家处理不了, 难道不送他去医院救治吗? 不送是不是不孝, 送了会不会和妈妈一样? 我没有答案, 妈妈得了癌症会去世,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我们对此都有准备, 只是最后在医院的遭遇史料未及, 也让我长时间地陷入自责和负罪中。 还有一个自责源于我没有让父亲参加妈妈的遗体告别仪式, 父亲89岁了, 我怕在仪式现场太过悲伤对他身体不好, 便和父亲商量, 父亲欲言又止, 但还是勉强同意了。 这件事的后遗症就是, 父亲变得恍惚, 他无法接受妈妈离世的现实, 而且自责为什么没有去送妈妈最后一程? 父亲就这样抑郁了, 他对我极度依赖, 而且每天晚上都会醒来去找妈妈。 我帮他换了一个居住环境, 情况稍微好一些, 可没多久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父亲的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症也越来越严重, 我身心俱疲, 无力处理父亲的哀伤, 也无力处理自己的。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 我被查出患上乳腺癌。 在得知自己患癌的那一刻, 我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可以摆脱现在的困境, 去妈妈身边赎罪。 死亡对那时的我来说是种解脱, 但父亲还在世, 我承诺过妈妈要照顾好父亲, 所以我得先治好病。 手术后我不能照顾父亲了, 便给他找了一家养老中心, 对这样的安排父亲也表示理解。 幸运的是, 在这里有专业的护理服务, 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父亲和同龄人间也有共同语言, 他的情况慢慢好了许多。 我也得以有时间照顾自己, 出去旅行, 放松自己。 旅行在一定程度上疗愈了我, 但我还没有为自己的死亡做好准备, 我开始寻找让我不那么孤独无助地 走向死亡的方法。 我从秦苑医生的朋友圈了解到海淀医院, 成立了安宁病房, 知道了安宁疗护的概念, 对患者的临终关怀, 以临终患者和家属为中心, 通过多学科协作的方法, 为疾病中默契患者提供身体、 心理、精神等方面的照护和人文关怀服务, 来提高生命质量, 帮助患者舒适、 安详、 有尊严的离世。 后来秦医生招募安宁病房志愿者, 我报了名。 当我第一次走进安宁病房, 这里给了我与以往医院病房完全不一样的画面。 在这里, 没有ICU病房死气沉沉的宁静和孤独, 没有浑身插管的病人, 也没有被隔在病房门外低声哭泣的病患家属。 在这里, 阳光明媚, 花儿绽放, 患者淡定悠然, 允许家人陪伴, 可以吃想吃的美味, 可以和亲切温暖的志愿者聊天下棋打牌, 享受洗头理发芳香, 呵护服务。 在这里, 医护团队充分尊重患者的意愿, 感同身受的安抚患者的家属, 这是我理想中生命尽头的样子。 我在这里为患者们服务, 希望能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 希望自己在临终时有近水楼台的便利, 可以入住这里。 所以, 即使成为正式的志愿者后, 我都难以表达出资深志愿者那般的爱与温暖。 那时候我的内心是缺爱的, 是封闭的。 后来我参加了生死教育心理课, 老师针对我的情况做了专门的指导, 让我学会用爱的、欣赏的角度, 看待这个世界和我自己。 我还运用课堂上学会的四道人生, 道歉、道谢、道爱、道别, 与母亲做了三个小时的告别仪式, 逐渐从悲伤与愧疚的深渊中解脱出来。 我在病房实践中, 所闻所见的死亡, 是安详、平和、有爱且温暖的, 不知不觉地抚平了我对死亡深深的恐惧。 在海淀医院安宁志愿者平台的学习, 是我放下包袱, 重启人生的转折点, 带给我收获最多的是心灵的成长, 没有分别心, 尊重、接纳所见到的, 平和淡然地面对遇见的一切。 随着学习的深入, 我整个人变了, 变得温暖、平和、 精神状态也好了。 我没有能力帮助父亲走出抑郁和帕金森, 但我成为临终关怀志愿者之后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用我所学到的给父亲一个安心、 安全、祥和的善终。 我把四道人生融入日常生活中, 逢年过节和彼此生日, 我和父亲都会互相道爱道谢, 我感谢他给予我生命, 他谢谢我成为他的女儿。 偶尔我们也会道歉, 每次离开我们都会说再见。 我帮父亲完成心愿, 把家人的消息和照片给父亲看, 让他缓解对亲人的思念, 让他和亲爱的姐姐通过视频见了最后一面, 帮他放下年轻时因为出身问题, 不被批准考大学的执念。 父亲高烧, 住院一周病情稳定后出院, 刚出院一周再次高烧。 当时正值疫情家属不得陪伴, 我不想让父亲再像母亲一样孤独地待在病房, 于是我不再送父亲去医院, 而是尝试用我所学帮助并陪伴父亲。 我按照上次父亲住院的用药, 购买了口服药物, 配合安宁理念, 芳香精油辅助, 心灵呵护等临终关怀技术, 加上我的志愿者伙伴们, 也都共同远程为父亲祈福, 父亲没一会儿就安静平稳地睡着了, 烧也退了。 事后我总结, 不送医院, 在患者熟悉的环境中用药物控制病情, 用精油辅助安抚心神, 用语音引导与陪伴给予其心灵呵护, 让患者感受自己是安全的, 便可以放松下来, 缓解病情。 第三次高烧来袭时, 我发现父亲抬头吃力, 在其他亲人去世前我见过这样的现象, 我担心父亲也已接近生命末期。 我和养老中心的护理人员说, 只控制不是症状, 不做抢救性治疗, 尊重他的自然死亡进程。 这个养老中心医护团队的主任, 学习过安宁疗护, 所以他很顺利地同意了我的意见。 从这时起, 我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 让他有安全感并放松心情。 我给他做精油辅助, 同时讲小时候的事, 讲这一生中的经历, 我向父亲道歉, 道谢, 道爱, 也和他道别。 父亲也温柔地望着我, 他不能讲话, 但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我知道他听懂了。 我按照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描述, 跟父亲说, 告别这个世界可以是一个很温暖, 很安详的过程, 我会陪您一起经历这个过程, 您是安全的, 放松就好。 父亲微笑着, 又握了一下我的手。 临终的人昏睡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父亲也是这样, 偶尔醒来看到我们, 脸上都是温暖的笑容。 一天凌晨, 父亲的状态让我意识到他快走了, 我开始做临终准备。 他的呼吸开始出现间歇, 随后间歇的时间逐渐变长, 他像是舒服地伸个懒腰搬打了三个哈欠, 又像是在咀嚼什么美味, 等动作慢慢停下来, 父亲也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父亲走得平静安详。 我完成了送父亲善终的心愿, 也羡慕他的人生羡慕如此完美。 作者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徐叔妈妈的遭遇或许不具有普遍性, 但人到中年的徐叔陷入的困境, 也是如今大众普遍的困境。 我们相信医学不一定就能起死回生, 也能减轻病人的痛苦, 在历来极朴素的认知中, 尽全力抢救, 尽可能延长患者的生命, 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孝道及亲属的责任。 但我们没有关心、关注过, 那被延长的生命里, 如果是没有质量的生存, 甚至是要更加痛苦地挣扎, 是否有意义。 目前我们国家人口众多, 安宁病床有限, 安宁病房的入住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好在安宁缓和理念已在慢慢进入社区, 让患者既可以得到安宁疗户的专业照护, 又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离世, 这是一个更加具有人文关怀意义的 安宁缓和模式。 作者通过安宁疗户的学习和实践, 开始思考生命与死亡。 如何面对死亡, 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死亡既然逃无可逃, 不如面对, 为死亡做好准备。 回避不如敬畏、 沉浮、 淡然面对, 活好当下。 如果家人回避与处于生命默契的患者谈论死亡, 那么患者只能一个人面对死亡, 但事实上, 跟患者谈论并帮助其做好准备, 就能够陪伴患者一起面对死亡。 在家人离世前, 多为他们做些事情, 也会降低生者的哀伤。 参加告别仪式, 反而有利于生者走出哀伤, 对成年人如此, 对孩子也是如此。 生命是一个彼此陪伴的过程, 至亲的离世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程度的悲伤。 每年10月份的第二个周六, 是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 安宁缓和医疗的核心就是支持, 通过整个系统最大程度的降低哀伤, 既降低患者的哀伤, 也降低患者家属的哀伤。 从接触安宁病房成为志愿者, 到与母亲告别走出困境, 勇敢面对自己的癌症复发, 再到送父亲安然离开, 这期间徐叔迅猛成长, 不断思考生命的意义, 学会跟自己和解, 跟家人和解, 跟癌症和解, 跟死亡和解。 除了生与死, 人生无大事, 而在死之前, 如何让生命无憾? 狮子之家的点心日这本书中, 也讲述了一个日本临终疗养院的故事。 故事中的人们分别在原谅父亲与亲情和解, 实现理想与自己和解, 理解爱人与亲密关系和解后, 直面终点, 微笑离开。 当我们理解生死有期, 生命有限, 或许会更珍惜当下, 热爱生活。 阳光正好, 威风不燥, 去做想做的事, 去爱想爱的人。 当我们明白聚散有时, 后会无期, 或许会更宽容地看这个世界, 更善待身边人。 不辜负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 欣然笑纳每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暖。 当我们不再害怕自己的死亡, 或许会更有勇气和力量面对亲人的离世, 让他们以自己的意愿减轻痛苦, 帮助他们完成心愿, 减少遗憾, 平和离世。 我们欢欢喜喜迎接每个生命的到来, 也要温暖有爱的送每个生命有尊严地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